那表与表之间是不是有关系的 对不对 那刚才给你看的是这样 现在老师刚才把我的移动硬盘拿过来了 移动硬盘拿过来 我们学完数据库的时候 会做这样的一个叫做数据库设计 模拟加2306的用户登录 不是用户登录 模拟加2306的一个用户 证件类型 旅客类型 车站 车站 车次 坐级 鱼票 车次类型 设计的 你看到这个箭头了吗 箭头所指的就是主箭表 这对箭头所指的 这也是主箭 那尾巴就是外箭 所以你看一下 表与表之间不是独立存在的 是有关系的 你比如说这个 你比如说在这的时候有个证 我给你打开吧 反正没事 今天周五 如果要开会了 上不了多少了 你怎么了 肯定是有关系的 你怎么设计 哪个人 我看到 那你怎么设计 这就是12306的用户登录 这就是12306的用户登录 那要让你设计表 你怎么设计 让你设计表 这表当中有哪些列 要后面 当中密码 有确认密码吗 确认密码无需存在输入 只输入密码就行 姓名 这呢 证件类型 你只能在我给定的选择 证件类型 你只能在我给你的这四种当中就选择 那这的时候就涉及到两张表了 一张叫用户表 一张叫证件类型表 它们之间是主外界关键 你只能从我给你的证件类型当中 一二代身份证 二港澳通行证 三台湾通行证 四护照 你只能选一二三四 选别的都不行 然后旅客类型 你只能从我给你的旅客类型表当中 去选择 为什么不设计一张表 一张表多简单 为什么不设计一张表 一张表多简单 我就问你吧 我就问你 你证件类型要让你设计 设计成一张表 你用什么类型 你肯定用苏串啊 你肯定用苏串啊 二代身份证 港澳通行证 台湾通行证 复照 你是不是得用汉字 对不对 一个英文一个字节 一个汉字两个字节 一共有十万个用过 一共有十万个用过 然后呢 二代身份证 二次六八十 乘以十 十个字节 一共要是一百万字节 这一百万字节 一刻刻十百千万十万百万 是不是一百万个字节 一百万个字节 咱们别人立即二字了 咱们比得出一千吧 多少 那就是一千 你刚才是字节 字节是什么 拜的 那现在是KB了 KB你再处理一千 你得用一安币 来存储这一个字段的数据 占用磁房空间诺 你是个大量占用磁房空间 那你说这个数据的内容 是重复的 二代身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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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重复的东西 在数据库当中 这个重复的东西叫什么 这个重复的东西 在数据库当中叫 不是沉 荣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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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荣语 说不是沉 还沉语落雁呢 什么叫荣语 什么叫荣语 就是大家图不出去 而我们要做的就是 在数据库设计阶段 要减少荣语 怎么减少荣语 就是你把这个 证件类型单独列一张表 这张表只有四个 一 二代身份证 二代身份证 三 什么什么 四复照 那你的客户 你的第一个用户 你是二代身份证 那我的证件类型就是一 你的第二个用户 二代身份证 证件类型是一 第三个用户护照 证件类型是四 那你在这儿 永远在一个字节 十万个用户 也都是 一是一个字节 是不是可以减少 随时的出版的时间 所以你在写代码 之前要做的是什么 在写代码之前要做的 不是类图的设计 在写代码之前 做的是数据库的设计 对呀 因为数据 因为数据库的一张表 对应一个渣瓦实体类 数据库一张表 对应一个渣瓦实体类 很简单 数据库都设计错了 你的类肯定见错了 你的类见错了 你写的代码写多少东西 能理解这个概念吗 所以在这儿的时候 要有数据库设计 实际上你数据库设计正确了 设计合理了 你的类就能够创建合理 类创建合理的 你写的代码就是合理的 你要是在这儿跑偏 后面就不用管了 写的越多跑得越远 对呀 你写的越多跑得越偏吗 那然后紧接着我们在这儿 刚才给大家说到了 我们是不是要进行数据库设计 然后也给大家讲了 这个关系是什么 表与表之间不是独立存在的 是存在一定的关系 而这个关系叫主外线关系 听到了吗 这个主外线关系 通常情况下 主外线关系 通常情况下是一最多 一个主线 是不是叫476 它可以在外线表当中出现多次 叫一最多 所以这个关系 这个关系有什么 这个关系有一对多的关系 有一对一的关系 还有多对多的关系 那这个一对多的 一对多的关系很好理解 一个老师可以跟好多学生上课 一个老师多个学生 是不是一对多呀 那什么叫一对一呀 一个身份证对应一个人 一个身份证号对应一个人 这是一对一的关系 一个身份证号对应一个人 一个人有一个身份证号 一对一的关系 那还有什么叫多对多的关系 一对啊 一门课程 听好啦 渣瓦这门课程 有50个学生选 一门课程有多个学生选 然后这一个选 这一个学生选了Java 选了SQL 选择了HDRM 这一个学生又选了多门课程 所以学生跟课程之间的关系 就是多对国 一个学生可以选好多课程 这一个课程可以被N多个学生选择 没说完呢 那刚才跟大家说了一对多 然后是不是又说了一对一 那这个多对多怎么办 多对多一个学生可以选多门课程 然后一门课程是不是也可以被多个学生选择 通常会把多对多猜成两个一对多 这样 是啊 我今天在京东上下了一个订单 我在京东上今天下了这个订单 买了一个手机 买了一个手机膜 然后又买了一个数据线 没有 我说的是假的 也就是说这一个订单里有几个商品 三个商品 这一个订单里有三个商品 这一个商品可以被N多用户下订单 我买手机了 你不能买手机吗 他不能买手机吗 可以啊 这手机这一个商品可以被N多个用户下订单 所以啊 那这个就是多对多的关系啊 多对多的关系最终就会猜成一对多 多对多最终都会猜成一对多 怎么猜 在数据库设计的时候老师在教你怎么猜啊 现在你也要记住了表之间不是互相独立的 我给你来吧 不用看他的了 我跟你讲不用看他的 他写的那些我觉得不够 注释 呃 扎碗当中的注释有单行 俩写线 多行 杠星 星杠 然后呢 杠星 星 星杠 是不是要文档出事啊 那告诉你 数据库单的单行是他 啊 多行啊 完事儿 没有文档 这叫单 这叫多 这里头可以写好多都是注释 但这只能写一行 那这个我们要给大家讲什么 那先给大家讲的第一个叫做 查询表中的全部数据 所有 这个全部数据的话 我可以写查询表当中的所有数据 那他的语法是slag的星 from表明 查哪个表 slag的星from dpt就查询的 查询的 部门表中的 全部数据 那我要写 我要写 slag的星 from enp 这个就是查询 像张啊 是吧 查询 员工表中的 全部数据 我要是想查 薪水表当中的 全部数据 from sell grade 查询 薪水表中的全部数据 你有没有发现 我只把表明感 剩下都完全 你这 看清楚了吗 那这个就叫做查询 查一下吧 执行 这是不是看到查询结果了 然后这个选中执行 记住选中执行啊 然后选 这是员工吗 员工有多少啊 几个 七个 no 看到这儿了吗 A 十四个 看到了吧 它可以展开 那然后紧接着再看一下 三个月的 那三个月的 五个 五条 这个查询表当中的全部数据 那第二个 我想查询表当中的 查询表中的部分列 slide 列名一 到号 列名 二 到号 点点点点点 不让我们最后是谁 表明 那我现在要查询 员工的编号 校名 员工的职位 从哪查呀 DESC EMP 这是员工表当中的 第一个EMP number 叫员工编号 EMP不是员工表吗 顺着 给你标上啊 第一个 人工编号 第二个 员工姓名 第三个 员工职位 第四个 经理编号 这个 入职日期 Sale 薪水 COM 骑程啊 专业点叫机机 Depied number 这个 这个叫部门编号 那这个EMP 就是我们的 员工表 看到了吧 那这个是员工表 我给你放到这儿 然后紧接着要查什么 要查询的是 员工的编号 姓名和职位 是不是就查这三 那查这三个的话 你在这儿写的时候 有写 Sale 说一句 Sale 叫什么 叫关键字 关键字 不区分 大小点 表名 不区分 大小点 列名 不区分 大小点 Sale 这个星 因为这三个列 是不是在 ENP当中 然后把这星 改成具体的列名 ENP number ENAME 照报 改成这三列了吧 看对不对 是不是 ENP number ENAME 还有照报 这三列 那然后我们 现在开始 进行查询 那我们看一下 史密斯是职员 史密斯是职员 这个呢 销售 经理 经理 是吧 这个呢 分析师 这个呢 老板 啥意思 再来 他的 经理 编号 就是他的 顶头经理 是谁 你再查一个 叫做 那个经理 编号 叫啥 MGR MGR 你看一下 为啥说 他是老板 因为就他 没经理 就他 就没有人 就是没有人管他 没有人管他 他就是管别人 他就是什么 经理 老板吗 然后你知道 为什么 Oracle当中 在咱们平时选 所安装的 那个 较大的 那个Oracle当中 有那个用户 我们为什么去创建 一个用户的 Scout Scout 是谁啊 Scout 叫 斯格德 是 Oracle公司的 一个员工 斯格德 是一个 Oracle公司的员工 所以在 编辑 Oracle数据库的时候 给用户学习的 给用户学习的表当中 就把Scout 设成一个学习用户 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对啊 然后你看一下 斯格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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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 1987年的 4月19号入职的 你也是1997年出生的 从你咋变 然后你会发现 Scout的这个人 是分析师 他还挺牛的 糟了 不是RMD 那是1987年 那是1987年 你换算哪 18000啊 18000人民币什么 但是你要不要 你不要用现代人的眼光 去分析它 它是1987年 中国刚改革开放7年 1978年 中国改革开放是吧 1978年 中国才改革开放 你自己换算吧 反正我就觉得 那个时候是3000刀了 应该和折合人民币不少 所以人家经过 这些年的发展 人家能成为 技艺微软之后 第二大全球软件公司 是吧 来 继续看啊 这个是 别光看热闹啊 我发现你们看热闹可开心 然后这个是查询表当中的部分列 是不是 我觉得这样不好 因为我看不懂 因为我看不懂 由于看不懂 所以我们需要 用我们中国人的方式 起别名 给列起别名 起一个我们看得懂的名字 slat EMP number s 员工编号 道号 ename s 员工姓名 道号 job s 职位 道号 mgr s什么 警理编号 顶头上司呗 不知道我们谁 EMP 然后我在这 一二三执行 太好了 这是我所希望看到的东西 员工编号 员工姓名 职位 以及警理编号 请问 数据库当中的那个列 改了吗 有 数据库当中的那个列 依然叫做 EMP number 数据库当中的那个列 依然叫做 数据库当中那个列 依然叫EMP number 也就是词盘上 还是EMP number存的 那你查询是怎么样 查询得到的是一张 虚拟的表 就是我问你 员工编号 员工姓名 职位 以及警理编号 这张表在数据库当中存在吗 不存在呀 不存在 它就是你查询的结果 是一张虚拟的表 就事据库当中根本不存在 员工编号 员工姓名 职位和 经理编号 这样的一张表 只是你查询出来的时候 是以别名 员工编号 姓名 职位 经理编号 这样的格式 去显示的 那你写这个概念了吗 所以那这个叫做别名 这个爱子后面就是它的别名 听清楚了 那我还可以写什么 我觉得这样好难呀 你可以简写 slideEMP number控格 员工编号 我就直接ename控格 员工姓名 照吧 控格 职位 控格 MGR 控格 经理编号 from谁 EMP 所以这样的话 你会看 查询结果跟刚才的是完全一致的 只是把爱子省略了什么 对呀 就省略了个爱子呗 省省省怎么着 省略了什么 省略了爱子关键字 这叫给列起别名 能听清楚这个概念了吗 那然后紧接着我们说 我能够查询这个表当中 这个表有多少个列呀 我刚才好像没数哎 这个表当中有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有八个列对吗 我只显示了其中的一部分 是不是 所以你就使用列名 逗号列名逗号列名逗号就OK了 你想显示几列 就显示几个列的列名 听清楚了吗 那然后现在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查询表当中的部分列 第四个 叫查询表中的部分行 什么叫部分行啊 查询职位为 C-R-E-R-K 的员工 也就是说让你查询出来 这个表当中 有多少人是职员 是不是 查询表中 有多少人的职位是什么 职员 查询表中 职位是职员的 员工的所有信息 看到了吗 这写的是所有信息啊 那就slag的精是代表所有 不知道你从哪个表 念品 什么条件 well 我需要说一下 这念well 不是循环 well叫循环 well well whire叫循环 这个 查询条件 你自个儿念去吧 反正咱们有英语专业的 你可以问问 不是有对外 有那个经贸英语的吗 不是那天我听说 那天谁不是搞 对外贸易的英语吗 没有吗 那我记错了 有 你看他举手了 你看就他 对不对 是不是在好评里 就你说我英语不好 开玩笑 开玩笑的 那然后在这里看一下啊 那然后在这什么条件呀 职位是不是就这照片 照片是什么 是不是职员 c l e r k 有几个是职员的呀 有几个是职员的呀 几个是职员的 数一下 数一下 就这两条数据数得过来 一个 两个 三个 几个 四个 有四个是职员 是不是 那现在我要查了 眼睁的 一条都没查到 不是四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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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你啊 关键字不区分大条件 表名不区分大条件 列名不区分大条件 但是值表当中的数据 是不是要值啊 区分大条件 yes 告诉你什么不区分大条件 在这写着啊 给你来个多行图示 什么 一 关键字 列名 就这 一 这叫列名 关键字列名 还有我们的表名 不区分什么 大小写 谁区分大小写 表中的 数据 它是区分大小写的 所以你这个什么 一条都没查到 而这个会查询什么 查到 四条数据 能理解这个概念了吗 你说 你表当中的这些东西 都是区分大小写的 表当中的这些数据 是区分大小写的 但是这些叫关键字 这叫表名 这叫列名 它们是不区分大小写的 这是查询表当中的 区分行 那我现在第五个 我要更加要求了 什么呢 叫查询表当中的 区分 行列 查询原中的编号 正量 查询 查询原出门 编号为 二十五道 编冲上编号 去你的 如来 封转 打几 到 在 什么小编 什么小编 一件 接件 单 管得多少 二十 那告诉你 这几个人 他的部门编号 都是二十 对吗 对吗 不知道是在哪一个 封区门编号 不知道 就再查一个 打击手 封区门编号为 二十 那我们最后再来查一个 查询 没有 平米的 这就叫做没有 没有 福利 这叫茶瓶清紫 再来解一个 再来解一个什么 在茶瓶结果中使用肠料 这也有肠料 这些表当中所有的人都是上场毕业的 这些表当中所有的人员都是上场毕业的 所以他们有个叫做起步 然后是他的提供的提供上的 也就是说你出了茶瓶这八月之外 我带茶瓶去不练 叫学校 然后就等于上场 下期大短期内 走 按下 还有这个 上 然后请接着 又一月叫本期三条 下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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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 下期大 下期大 這個 北溪上一堂線叫植 這個植案子後面的列明叫植樹 所以這就在殘形絕果當中植樹長了 再來一個 殘形絕果前五堂樹 把你腳都前五堂樹去 再看一下前五堂樹長 一二三四 到這兒來 七六四百 四 繞 imagingし recognise二三五堂樹 它有一條肉Misel 肉Misel 它是一種偉孽 然後就會給你 Mrs.無二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